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收听大国攻略 现在各国防控疫情忙得焦头烂额 我们看到中美之间你来我往互相校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军传到武汉的 这个说法引爆了战火 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硬的回击 直接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中国外交部当然是强硬反击 各边美国政客借新冠病毒 对中国和武汉进行污名化 中国反制美国的手段进一步升级 3月17日中国外交部宣布驱逐 包括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 三家媒体驻中国的美籍记者 中美现在这样恶战 贸易谈判还能够谈吗 我今天先请教时事评论员汪浩老师 我想这个中美明显的骄傲已经有两年了 本来大家以为贸易战签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可能会对气氛有所缓和 但实际上除了贸易战以外的其他各个层面的冲突 还在进一步加剧 那这个互相针对所谓的新闻机构的行动 都是这个交恶的一个恶化的一部分 中国在美国的那些所谓的新闻机构 本质上是中国政府的大外宣的机构 它是国营的 跟这个美国那几家被取出的报纸 什么完全是私营的 它性质上是不同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 所以可能短期内中美贸易战恶化 恐怕还不至于 最主要的是看这个所谓第一阶段协议能不能执行 但实际上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第一阶段协议基本上应该不会被执行了 但里面有很多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就是说根据这个协议 中国政府需要内部修改的很多法律 法规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办法去做 因为全国人大会都不开门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承诺向美国增加采购 每年增加两千多亿美金的采购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执行 因为现在中国国内经济的需求 根本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想大家心思也不放在那里了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办法执行的协议 当然所谓第二阶段的协议根本也不可能继续谈判了 大家也没有这个精力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希望要把疫情控制住 但是我想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美交恶可能会更严重 大家的心理上的冲突 因为疫情的关系 互相的这个厌恶和冲突 可能会导致这个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我看到特朗普在13号说 第二阶段的协议应该要开始进行了 那当然现在是还没有看到 现在美国的政府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抗议的上面 我想也没有办法去面对面的谈话 因为飞机都不开了 所以只能在电视上谈一谈 这个video上conferencing 这个没有效果的 而且说老实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第一大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 第二你谈出来大家也知道不可能被执行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谈第二阶段协议 本来川普也打算在美国大选以后 才去签第二阶段协议 所以这个事情我不觉得是有个耽误之质 那现在美国股市这样子不断的下跌 对于川普连任是不是很大的危机 我不觉得有本质上的影响 因为第一这个股市狂跌不只是美国 全世界所有国家股市都在狂跌 所以这个问题是疫情造成的 病毒造成的 这个不是川普造成的 这一点我想全世界人都很清楚 那第二一个就是说 川普能不能连任取决于 他处理这个疫情的过程 是不是让美国人民觉得他做得对做得好 然后最后能够真的把疫情控制住 现在还为时过早 这个不光是川普全世界所有国家领导人 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最后你这个疫情处理的成效 对你的民意和政治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是两面真嘛 所以也不一定 你处理的好你可能民调大增 你处理的不好你可能民调大跌 这个很难说 现在还为时过早 现在看起来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 是病例不断的减少 那这个疫情似乎看起来对习近平的影响 比起这个疫情对于特朗普的影响 好像对于特朗普的冲击要更大一些 你会这样看吗 还是您不同意 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就是说 他本身的疫情是不是彻底控制住了 我觉得大概全世界没有人真正相信他的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太不符合科学性了 就好像病毒突然之间在中国消失了 但是跑到中国以外 所有地方传播开来了 那病毒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这个没有中国的这些数字 没有任何科学性 可以逻辑上可以让人幸福 那所以第一我觉得他们潜在的风险还是很大 那第二当然中国政府努力的在复工 这个恢复生产 这个本身也冒着很大的风险 这个疫情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重新开始 那当然这两天中国跟台湾发生同样的情况 就是新增加的数字 新增加的确诊病例 全部都是从海外引入的 可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就是跨界传染几乎挡不住 但是中国的现在实际上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全世界也都有的 就是说恢复生产的这个数字 跟它实际上终端需求可能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这个疫情在全世界的快速传播 全世界的经济都进入萧条 大家经济活动都要停下来 所以你中国一个国家生产有什么用 你根本卖不出去 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说 它可能宣称的这个企业的复工率 大概比这个春节之前 大概达到了70% 但是它实际上的生产可能只有30% 因为它根本就是 现在全世界突然之间 所有的订单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复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因为你可以生产 那你就变成了库存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实际上生产全球化的产业链 大家都断了 所以你可能生产 但是你买不到零部件 所以这个生产也是没有太大意义 好的 谢谢汪浩老师 这一场疫情对于各国的领导人都是很大的挑战 至于对于习近平和特朗普的冲击 这个问题我也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 黄奎博教授来谈一谈 对 我觉得对川普连任的威胁会更大一点 因为显然美国的应变 受到很多美国民众的批评 特别是美国人最不喜欢的一件事之一 就是被限制了自由 当然我们说会很多人共体事件 但是一定有很多美国人觉得说 可能就是因为政府的一开始没有积极作为 导致他们现在自由受到的限制 那反观中国大陆当然习近平的领导同意 也会受到一些挑战 但是从目前看起来就是 坊间讲他所受到的挑战 比较没有直接的证据 而都是大家的议测 因为中国大陆有时候我们要拿到证据 是比较困难的 那美国你只要从民调啊 这些反应或者媒体多方的批评 我们大概也会有些感觉啦 对 还有股市 美股大跌 对 对 对 那所以中国大陆这边就是 当然习近平的领导同意会受到一些质疑 但是是不是因此造成了很关键的这种动摇啊 我觉得目前至少从外界可以看到资讯 是看不出来 美中两国在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接下来还能不能谈下去 请教长期研究美中贸易战的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 美中第一阶段协议里面两边谈好就是要 跟美方采购2000亿的这个包括自成品农产品 还有能源服务这方面的这个产品 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大爆发 整个大陆的需求降低 那过去本来要大量购买的这些农产品 应该都会受到冲击 中国大陆这方面已经提出来 引用那个协议里面的不可抗力的这个条款 而不去兑现它的那个采购承诺 刚开始的话 美国这方面还是支持这方面的这种说法 但是如果在这样子的演变下去的话 我非常的怀疑 美国能不能还在持续维持在过去的这个立场 也就是说他有很有可能会要求一点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不可抗力 因为中国自己本身没有管控 才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不管是故意或者是过失 那个都要规则于你 你用不可抗力的这个条款 我能不能接受 这是第一点的问题 然后第二点问题就是说 川普也提到就是说 他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 也就是说他现在除了那个第一阶段 因为第一阶段他只比较容易达成的这部分 但是到第二阶段的话 就涉及了结构性的这个改革 那尤其是现在在整个中国疫情 一看减缓了 你没有什么理由再拖延谈判的这个内容 因为这个涉及到非常多的 比如说像中共的国际改革 还有他那个以国家之力去扶持你的产业这部分 这个都是美国要求要改进的这部分 所以我另外一个第二点的推测 就是说他会要求尽快的在这方面的改革会加速 就是川普在13号的时候说 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将展开 是 其实他那时候最早是说 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就要马上展开 现在已经是延后了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要马上开始谈这些内容 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美国对于大陆这方面的这个科技战 会越来越大的压力 就是说他在过去 他们在第一阶段里面 还有很多部分并没有提到 比如说他在窃取美国的科技这方面 还有围堵华为的这个部分 这方面的情况会越来越积极 比如说最近所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华为的出口管制 是不是要再降低 也就是我们涉及到台湾的这个台积电 过去他的那个出口管制的那个门槛 就是你要使用25%的美国技术的情况下 你就要受到管制 那因为台积电很大的部分 是低于这个25% 所以他不需要管制 但是他现在不但要要求 要降低到10% 就是说如果是他的这个台积电 用到10%的这个美国的产品 或者技术的话 可能就该管制 甚至有更严格的要求 要降到全部都是零 也就是说你只要任何 用到美国任何的科技的话 你都不能用我们的这个技术 去生产产品 然后销售到大陆去 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科技战 会继续进行 而且会压力更大 另外一个必须要注意的话 就是说美国贸易代表书在2月时候 也公布他要缩减美国反补贴税法的一些 开发中国家的一些认定 那中国已经被列在里面 所以在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就是 透过反垄断跟反补贴的调查 去对于大陆输出到美国的这个部分的 这个调查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方面不会停的 而且会越来越多 那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是彼此锁国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经济的重创可能会持续多久 这个完全要看疫情的这个演变 虽然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猜测说 中国大陆他可能资讯造假 但是我们起码从台商或者外商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其实很多的那个主要的那些代工厂 或者是一些制造基地的话 他的复工情况虽然不到百分之百 但是大概都有到六成甚至八成这个程度 所以基本上这块的这个制造业的话 应该就慢慢就会起来了 他的本身的那些断裂的情况 慢慢的就比较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 那现在重点不在制造 而是在需求端的这个部分 我们因为这个整个疫情的这个冲击 那过去是属于双断裂的一个现象 一个就是产量供给断裂 一个是需求断裂 那现在主要的这个消费市场 如果这个欧洲跟美国 他们持续延续下去的话 他们的这个问题就会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需求端就会持续的低迷 那这个对整个全球的一定会破坏 也就是你虽然中国大陆这边可以开始生产 问题是没有消费的情况下 你这个经济还是拉不起来 好的 谢谢今天几位学者提供的观点 现在全球大多数的国家 都采取了锁国的策略 希望能够控制疫情 那么这已经对全球的经济 造成很大的冲击 谢谢您收听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